今日AT国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港灯2638 困扰港股利淡因素未见改善 投资策略维持审慎 适宜等待大市低位出现再作出部署 中期来说投资者可以关注盈利稳健 派息稳定业务受监管风险较低股份 其中港灯是业绩符合市场预期可以加以关注 港灯主要是生产电力 供应给香港岛和南亚岛 在本港的公用股当中 港灯向来被视为稳健的收息之选 业务收入稳定竞争有限具有护城河的优势 港灯自去年2月以来沿着上升轨向上 债收7.73 靠近上升轨的支持位 在近期跌市当中表现比较坚穩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考虑在7.7附近收集 中线以大行给予港灯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是8.7作为目标 向下调整5%到7.3左右就要减持 了 词之后 第五ceğim Awareness 从维达工城 继续 权整在 80121 及 最聚 人 admin 一 송